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根据相关调研,品牌主要的衡量标准还是互动水平,Reach到受众的数量级以及质量,网站流量,销售转化,设媒上品牌提及的增加,根据不同的业务目的,选择不同的衡量纬度,通过Search Book的数据对比,可以快速地帮品牌找到最佳的网红营销方式。 4.网红营销不应只局限在短期的营销战役,只在某次的营销战役时才想到网红营销无疑是目光短浅的,毕竟和网红建立较深信任以及持续合作关系并非一蹴而就。 4.网红营销也一样,和任何市场营销战役一样,网红营销也完全取决于时机,运用得当,可以帮助品牌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信息传达给合适的受众。 5.短期的一次性营销战役也许适合假日营销或实践营销,但品牌仍需要通过持续在线的营销战役保持品牌沟通信息的一致性。 毕竟在受众时间高度碎片化,注意力极度分散的当下,除了短期战役争取到的曝光,持续的营销信息仍能帮助品牌触达新的潜在客户。 5.监测品牌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,主动加入与网红有话题性的内容互动,都可以帮助品牌增强与网红合受众的关系,并持续潜移默化地把网红以及受众变成品牌的步道者。 这都需要持续的网红营销战略支持,因此别再仅仅在某些活动期间才想到网红吧。 5.在赚得影响力上的投入,其实就是在品牌与消费者关系上投入。 须知,受众不是傻瓜,他们非常清楚是不是有品牌赞助内容,而且会立即在评论中指出,即使与非明星的中小网红合作。 如果不能开诚布公的告知受众,这条是个广告网红被赞助产品或收了品牌的钱,也会被认为内容不真实而受到质疑。 这对品牌不仅没有帮助,可能还会带来危机,消费者总是追求真实,没人希望仅仅是被营销的对象,而是建立真实的关系。 要想海外网红营销的成功,你的品牌必须真实,拥抱这些真实的品牌与受众的关联吧,让品牌的市场营销更人性化。 那么消费者将不仅仅是一个个数字,而可能成为品牌忠实的拥顿。